今天我们还是一起来继续学习 我们第四课的内容 在上一次课结束的时候呢 马基特老师已经向大家透露了我们这节课的学习重点 因为在上节课当中我们接触了大量的形容词 为什么会接触形容词呢 因为我们在描述产品的时候描述物品的时候 我们必不可少的需要借助形容词来表示各种物品的特性和属性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学习重点就是形容词 在我们的语法当元当中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再次重温一下我们形容词的语法规则 我们将形容词语法分成了几个板块 那么今天首先讲到形容词的第一个板块 就是形容词在定贯词后面的语法规则 好那接下来呢 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来温习一下 形容词在定贯词后面的语法规则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当都是第一格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在句子当中做主语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形容词 如果说它是在阳性名词的前面 也就是所谓的dea的时候 那么形容词的词尾呢 我们是加a的 在中性名词的前面的时候呢 也就是在大死的后面的时候 我们的形容词词尾也是加a 那在阴性名词的前面 也就是在定贯词d的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形容词词尾也是加a 在复数名词的前面 也就是在定贯词d的后面的时候 我们的形容词词尾是加a 这个是我们做第一格的时候 在不同性后面 我们应该要跟的这一个形容词的词尾变化 那么具体的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说阳性名词 plover 外套毛衣 我们说在这句话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plover是做第一格名词 那它前面的形容词呢 因为plover是阳性 所以它用的形容词词尾是加a 也就是我刚才读的 好 那么这是阳性名词 那如果我换成阴性名词呢 比如说 我们说女性衬伤 大家还记得吗 那在这句话当中 阴性的名词前面 定贯词d的后面 是不是也是加词为a 好 那我们能够想到中性的名词吗 比如说 就是男士衬伤 对吧 我们说 我们在中性名词前面 定官词d的后面的词为加a 所以 dass blower 那如果我们变成复述呢 比如说 这几件蓝色的女士衬衫 我都喜欢 那这是一个复述的概念了 我们德语的语法就要说成 d blower blusen gfalermia 大家注意到了吗 在复述名词的前面 d定官词的后面 我们的形容词的词尾是an 所以变成了d blower blusen 好 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我们说的是 第一格 不同性的名词 应该是 形容词的词尾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格 第四格呢 也就是说 在德语的语句当中 我们是做 兵语的 它的语法规则是 阳性名词前面 定官词den的后面 形容词词尾 加a n 其他的中性 阴性 和复数的 形容词词尾的变化 和我们刚才讲的 第一格的 中性 阴性 复数的词尾变化 是一样的 好 我们接下来 通过具体的例句 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先说 阳性名词 ich kann den become man 大家注意到了吗 man 男人 这个时候呢 是做 kennen的第四格 兵语 那所以呢 修饰他的形容词 也就是第四格了 dick 因为他的定官词 是den 那所以 dick形容词的词尾呢 要求接a n 所以整个句子是 ich kann den become man 好 那如果 我把它变成 中性名词呢 我认识 这个胖小孩 按照刚才 在形容词的规则就变成了 ich kenne dass dick kind 同样的 在第四格的中性名词前面 dass的后面的形容词词尾 只加e 好 那我现在才变成阴性的名词 ich kenne dick dick frau 我认识 这个胖胖的女士 第四格 B与 一姓名词前面 d的后面 形容词词尾 加e 最后 如果我要说 这一群胖小孩 我都认识 是附属的概念 那么我们的语句就要变成 ich kenne dick dick kend kinder 那这个时候的形容词词尾 是变成了e n 好 这是我们第四格的语法规则 那如果是第三格的语法规则呢 我们用到最多的是一四格 然后是三格 然后是二格 那么如果是在第三格 定贯词后面 形容词词尾是怎么变化的呢 对的 非常简单 不管你是阴性中性阳性负数也好 他们的形容词词尾 通通都是 a n 好 那么同样的 我也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 我们先说阳性名词 ich komme mit dem dickman 在这里呢 mit 是要求支配第三格的一个介词 那后面呢 接了定贯词 因为我说的是man 阳性词 mit dem 那这个时候的第一个形容词 那加了en词尾 mit dem dickenman 好 那我再换一句中信的 ich komme mit dem süßen kind 我会和这一位可爱的小孩一起来 mit dem süßen kind 同样的中信名词前面 在定贯词第三格dem的后面 形容词词尾是加en 好 我们来看阴性的例子 ich komme mit der schönen vau vau 是阴性 那么 在阴性名词前面 定贯词 der 因为阴性在第三格当中 要变成 der der的后面形容词词尾 也是加的en 所以是 mit der schönen vau 最后 如果我要是表示复述的概念的话 比如说 我会和那一群外国学生一起来 ich komme mit den ausländischen studenten 大家注意到了吗 那么在复述的时候呢 我们的形容词词尾 依然是加en 这个 是我们的第三格的用法 那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格的用法 我们还是同样的来看一下语法规则 语法规则呢 他告诉我们在第二格当中 同样的在定贯词的后面 那么 所有的不管是阳性 阴性中性和负数也好 我们通通的形容词词为 也是an 这个就是语法规则 那么 我们一样的是通过例句来看一下 比如 我们先说 阳性名词的 das ist das Zimmer des Dicken Mannes 这就是 这位胖胖男士的房间 好 那么这是房间 谁的房间呢 我们用了第二格 第二格的话 我们学过 在阳性单数的时候 他的定贯词变成了 des 名词的话呢 要相应的 我们来判断 是加s 还是加as 那么man 男人 这一个名词 它是加as的词尾 那中间的形容词呢 就变成了 要加an的词尾了 所以是 那我们同样的把它换成中性名词 那我们同样的把它换成中性名词 这是这位可爱的小孩的房间 形容词第二格 依然是an 那同样的 我们变成 这是这位漂亮女士的房间 das ist das Zimmer der Schönen Frau 最后呢 我们说 这是这一群外国学生的房间 das ist das Zimmer der Auslandischen Studenten 形容词词尾依然是an 好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形容词词尾在定贯词后面的变化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板块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板块 第二个板块呢 我们分成的是 当形容词在不定贯词 物主代词 以及否定贯词后面的变化规则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第一格的后面 那在阳性中性啊 以及阴性贯数 名词前面的话 形容词词尾是什么样的规则 大家注意了 在第一格阳性名词前面 不定贯词的后面 或者是物主代词 否定贯词的话呢 它们通常会是 词尾加er 中性呢 词尾是加as 阴性的话呢 词尾是加a 虽然说不定贯词 它是没有贯数的 但是如果你碰到物主代词 或者是否定贯词的话呢 我们的形容词词尾 复数前面 我们是加的a n 这是它的规则 那么同样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 大家更好地明白 首先举一个阳性的例子 比如 Ein dicker Mann besucht dich heute 今天呢 有一位胖胖的男士 来看过你 那大家注意到 mann 阳性名词 那么它是做第一格 所以呢 它的不定贯词用的是 Ein 那形容词词尾刚才叫大家 规则了 是加er 所以呢 dicker 这是形容词词尾 好 那我们以词类推呀 如果是一个中性名词的话呢 比如说 Ein süßes Kind besucht dich heute 一个甜甜的小孩 今天来看过你 ja 那么词尾是加es 那同样的 今天一位漂亮的女士 来看你呢 我们可以说 Eine schöne Frau besucht dich heute 加词尾 那如果说 我们说不定贯词 后面是没有复述的 但如果我们一定要举一个 比如说物主带词 那么它的这个 形容词 词尾 放在 复数名词前面 我们说 应该怎么变化呢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tom Beispiel Meine lieben vor in the common 我那些亲爱的朋友们 都过来了 ja 加的形容词尾 Ein 好 这是第一格的用法 那么同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四格形容词的词尾 是怎么变化的呀 它的词尾是 阳性 名词前面 我们是加 形容词尾 加 An 中性呢 形容词尾 和第一格的 形容词尾 是一样的 还有 阴性 复数 它们第四格的 形容词尾 同第一格的 形容词尾 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 中性呢 形容词尾 加 As 阴性的 形容词尾 加 A 然后 复数的话 如果涉及到物主带词 或者是否定贯词的话 形容词尾 都是A 那么我们同样的用例句来说明我们的语法规则 比如说 Ich Kenne Einen Dicken Man 我认识一位 胖胖的男人 那在这里 首先 Einen Man 做 Kenne 的 第四格宾语 然后呢 我们刚才语法规则 教我们了 阳性的形容词尾呢 要加 A N 所以是 Einen Dicken Man 那换成我认识一位甜甜的小孩 Ich kenne Ein Süßes Kind 如果是换成阴性名词呢 Ich kenne Eine Schöne Frau 对的 那如果是变成 比如说 物主带词 或者是否定贯词 他们引导的 附属名词的话呢 比如说 我今天去拜访我那些可爱的朋友们 那我就可以变成 Ich Besuche Meine Lieben Fore In der Heute 那同样的形容词词尾是 A N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第四个的语法规则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变成第三个的语法规则呢 同样的 在第三个当中 不管是阳性中性阴性还是负数也好 我们的形容词词尾都是加 A N 好 我们一样的 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明 比如 Ich komme mit einem Dicken Mann Hoyte 我今天会和一位胖胖的男士一起过来 同样的借词 Mit 的用法 那在这里呢 我们用的是不定贯词 Einem Dicken Mann 熊子词尾加 Ein 好 如果变成中性的小孩呢 Ich komme mit einem Dicken Kind Kind Hoyte 如果变成阴性女士的话呢 Ich komme mit einer Schöner Frau 如果我说 我今天跟我的那些可爱的朋友们一起来 Ich komme mit meinen Lieben Freunde 所以大家注意到了吗 不管你的名词是什么性 只要是处在不定贯词 物主代词或者是否定贯词的后面呢 形容词词尾都是加 A N 好 那么最后一个呢 我再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说第二个的用法 第二个呢 同样的第二个通通的形容词词尾都是 A N 我们看一下以下的几个例子 Zum Beispiel Das ist das Zimmer Eines Dicken Mannes 这里呢 出现了不定贯词 形容词词为 加A N 这是一位胖胖男士的房间 那么我把它把它变成 一位甜美小孩的房间 Das ist das Zimmer Eines Süßen Kinders 形容词词为 A N Süßen 那把它变成 漂亮女士的房间 Das ist das Zimmer Eine Schöne Frau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吗 我们的词位依然是 Eine Schöne Frau 最后如果把它变成 诶 我说这是我那群可爱朋友们的房间 Das ist das Zimmer Meine Lieben Freunde 所以通过以上的例句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第二个当中 不论涉及何种姓 那么通通的形容词词尾都是AN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板块的语法规则 也就是说 在不定贯词 物主代词已经否定贯词后面 形容词应该怎么变 因为戴上个内脑的答案 从你一直到这一回 到最终的语法度 是暂时的 至极致的春天 到最终的约 爷们的灑 我们来艇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个板块 也就是说,当形容词处在了无贯词后面 它又应该怎么变化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无贯词的后面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格 在第一格当中呢,如果名词是阳性名词的话 那么形容词词尾我们是AR 中性名词前面形容词词尾是AS 阴性名词的前面形容词词尾是A 那如果是负数的话呢,那形容词的词尾也是A 怎么样理解呢?我们一起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或者我们把它变成 红酒我喜欢 绿茶我喜欢 我们都是用的AR词尾 如果是中性名词的话呢,比如说 喝热水是健康的 水是中性名词 那么这个时候,warm形容词词尾就只要加AS 那如果我把它变成 阴性名词的话呢,比如我们说 喝冰牛奶不健康 那大家看到了吗? Mirsch是阴性名词 那我们说这个Kat形容词词尾后面加的是A 当然了,如果我们说复数表示泛指的时候呢 我们也讲过,复数前面是可以不要定观词的 也就是说只是形容词,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个语法 小孩们都非常的可爱 大家看到Kinder是负数 那么在做第一格的时候呢 形容词词尾只是加了A Kinder,这就是第一格的语法规则 好,如果我们看第四格的语法规则的话呢 在阳性名词的前面 形容词词尾是加AN的 中性名词 阴性名词和负数名词的话呢 它们的变化同第一格的变化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中性名词的前面 形容词词尾是AS 阴性名词前面 形容词的词尾是加A 复数名词前面 形容词词尾我们也是加A 那我们同样的举例来说明这个语法 比如说 注意到了吗 Tee做trinken的冰语 我喝绿茶 那所以呢 我们用的是grünen 加AN的词尾 grünen tea 那如果我说 Ich trinke warmes Wasser 我喝热水 那么中性名词的前面 词尾加ES warmes Wasser 如果我要说 我喝冷牛奶呢 Ich trinke katermisch kater 形容词词尾加A 第四格 那如果最后我要说 我明天去看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Ich besuche morgen diese Kinder 看到了吗 复数第四格 然后我们的形容词词尾是加A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第四格的情况 那如果现在我要变成第三格呢 在第三格的时候 形容词词尾就会变成 在阳性名词的前面 加AM 中性名词同阳性名词的词尾一致 也是AM 那如果是一性名词前面呢 形容词尾就要变成ER 如果是复数名词的话 形容词尾就变成了AN 我们一样的通过例句来看 比如我要说 喝绿茶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用戒词by 大家还记得吗 by是一个支配第三格戒词 by koinan tea ya AM 那如果说 喝热水的时候呢 by warmen wasser AM 喝冷牛奶的时候 by kater misch 我读得稍微夸张一点 大家可以听出 我的这个形容词词尾来 ER 好 那如果我说 跟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一起来的话呢 我就可以说 meet the same kindern 我们的形容词词尾是AN 好 那如果是第二格的话呢 同学们注意 我们经常容易错的地方 就在于第二格无贯词之后形容词的词为变化 比如说阳性 阳性和中性名词呢 我们就变成了AN 这个就不是我们以前意义上跟定贯词的变化有点相近 不是的了 一性名词前面 ER 复数名词的前面形容词词尾 一样 ER 好的 我们还是通过例句来说明这个语法规则 比如我要说 绿茶的价格 是不是就已经是第二格了 derpreis gruenentes 形容词词尾是AN 前面没有任何贯词 但是我们的名词的话呢 该加S或者是AS的还是造成 那如果接下来我要说 热水的价格 derpreis warmen wasses warmen 加EN词尾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要变成冷牛奶的价格 derpreis katermisch 加ER的词尾 如果我要变成这些可爱孩子们的脸蛋 那我就可以说 die gesichte süße kinder 我们的形容词词尾是ER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常见的定贯词 不定贯词 物主代词 否定贯词 还有无贯词 它们的变味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三大板块 是需要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的 也是我们整个形容词语法体系当中 我们接触或者说考试的时候考的最多的语法点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大板块 第四大板块的话呢 我们是要区分一下 比如说形容词在处在 阿勒呀 或者是费了呀 阿尼格等等这样词的后面的时候呢 形容词的词尾的变化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第四大板块当中呢 我们又分为两小点 哪两小点呢 第一点是我们要区分 当形容词在阿勒和拜的这两个词后面 它的变化 那在这里呢 我们通过例句来说明 大家注意一下 凡是所有的形容词 它只要是处在阿勒或者是拜的这两个词的后面 不管它是第一格 第四格 第三格 还是第二格 它的形容词词尾通通都是A恩 比如说我们第一格举个例子 所有的德国学生都来了 我们就要说成 如果说我明天去看所有的德国学生呢 第四格的用法 那就要说成 如果我要在第三格的时候表达 明天我会和所有的德国学生一起来 那我就要说成 最后呢 我想说第二格 就是所有德国学生的房间 同样的形容词词位 还是A恩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 那如果是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的规则就是 当形容词在 Einige Fiele Winige的后面的时候 我们形容词的变化 是同Einige相应的变化 怎么样理解呢 第一格 我们以 Fiele来举例子吧 比如说 很多德国学生们都来了 我要说 Fiele Deutsche 这个时候的形容词词位 是加A 如果我要说明天我去看很多德国学生 我就要说成 Ich besuche morgen Fiele Deutsche Studente 那么我们形容词词位是 ER 如果说到形容词变化的时候呢 不得不还要提到一个就是有关于对形容词进行提问的一个小板块 所以呢 有关于形容词的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我们说提问板块 那么在提问板块当中呢 我们依然也要分为两小点 也就是说我们有两种不同方式的提问 第一种方式的提问呢 是Versche的相应变化 大家还记得什么情况下用Versche吗 也就是我们针对提问的是 哪一件 哪一个 哪一条 这样提问的时候 我们是用Versche的相应变化 比如我们举个句子 Versche plover gefällt dir besser der rote oder der blau 好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提问 比如说第一个Versche 我们形容词词位呢 就是用的ER 那同样的如果我们要用第四个提问的话呢 我们就变成了 Wersche plover gefällt dir den roten oder den blauen 就是第四个Versche EM词位 好的 那如果是第三个的话呢 比如说 Meter version plover geste du heute zu schule 你今天穿的是哪一件 套头毛衣去上课的呀 Meter version EM 那大家 说到这的话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说在Versche相应变化提问的时候 其实它的词位变化 同我们的定冠词的变化是一致的 也就是我刚才用的都是阳性名词来举例子 所以呢 它的第一个Versche plover加ER Versche plover EN第四个 还有说第三个的话呢 是Versche am EM词位 那同样的呀 那如果是变成中性名词的话呢 比如说 哪一件 男士衬衫你比较喜欢 那我就可以变成 Versche am Gevert dir 第四个呢 Versche am Nims to do 那如果是变成第三个的话呢 Meter version am Gest du heute zu schule 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的词位都是同我们定冠词的词位 那依次类推 如果是一线名词提问的话呢 比如说 Versche plover Gevert dir 加词位 A 第四个 Versche bluze Nims to do 加词位 A 是不是同定冠词是一样的 还包括 如果我用第三个的话 Meter version Versche bluze Gest du heute zu schule 那么我们的定冠词 是Där 那么我们的Versche变化呢 就变成了ER 这个就是我们关于 Versche提问的话 那其实它的变化 大家可以参照定冠词的变化 那我们说第二小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用 Was für einen 或者是 Was für 来进行提问了 我们来 同样的像刚才的例句一样 我们先说 阳性名词的 好 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Was für ein Mann bezugte dich heute 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今天会来看你 你可以说 Ein sportlicher Mann 一个运动性的男人 那如果是第四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 Was für einen Mann müsstest du heiraten 你想嫁给一个 什么样的男人 你可以说 Einen sportlichen Mann 一个运动性的男人 好 同样的 你今天会跟一个 什么样的男人 去超市啊 Mitte Was für einen Mann müsst du heute zum Supermarkt 我以这个 阳性名词 作为例子 你可以发现 Was für 后面 Einen 的相应变化 就是它的 不定观词的变化 其他的 比如说 像中性名词的话 一四个 都是 Was für ein 第三个呢 Was für einen 如果是阴性名词的话呢 一四个都是 Was für einer 然后它的第三个 就是 Was für einer 就是它的 不定观词的用法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障大家能够更好的掌握好我们的语法规则 就正如Margit的老师以前经常跟大家讲的一样 语法的话一定是要通过做练习题才能够加以提高改善的 所以呢我给大家布置一道家庭作业 当然了大家也会发现这道家庭作业呢非常的熟悉 是什么呢请大家把练习手册打开 请大家把这个练习册呢翻到第四十 第四十六页我们看一下鱼崩Eins第一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题非常的熟悉啊 没错这就是我们之前听到的听力 只不过呢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听力内容的形容词部分 拿来做形容词的练习处理 这个就是Margit的老师今天留给大家的作业 就是有关于形容词词尾变化的 希望大家可以先温习好各个板块的规则内容 熟悉了以后呢然后才填空 千万不要边翻规则或者是边听 我们刚才复习的规则边做 这样的话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